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蔡伟帆老师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贸易的自由化 在我们前面的课程里面呢 我们已经有说到了这个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就是在建立一个国际贸易的市场 在国际的贸易市场里面建立起来之后 那它对贸易的双方是都有利益的 虽然利益的那个得利者是游走在生产者跟消费者之间 但是从总量的角度来看,总额的角度来看 其实双方都是获利的 这就是我们要去提所谓的贸易自由化的一个背景知识 也就是说你必须先知道贸易是对双方都有利 所以贸易自由化的合理性就因此产生了嘛 所以为什么会产生自由贸易 那我们现在来提一个贸易的基本概念 贸易是什么 贸易当然指的就是交易啊 人跟人之间的买卖叫做交易 国跟国之间的买卖那就叫贸易 那这个贸易呢它的一个定义啊 就是产品或者是生产要素在国际市场间流动的经贸活动 那我们前面讲的影片 我们前面解说的短片的那个视频呢 我们所讲的是产品在国际市场间的流动 产品是手机嘛 国际市场就是日本跟台湾的手机市场 国际间的手机市场 但是实际上真正的国际贸易它除了产品之外 生产要素也可能是交易的 交易的一个种类一个品项 比如说中国的沙石 中国的稀土对不对 或者是印尼的劳动力 这些它都是属于生产要素啊 还有国际之间的资金流动 资金本身也是一个生产要素 资金流动 比如说外商到台湾来投资 像这个部分它也是一个生产要素的一个移动 那在市场 在国际市场里面 产品跟生产要素的一个流动 这就是一个贸易的定义 那为什么会有贸易呢 通常我们贸易的成因通常会有三个角度来解释它 首先消费者需求 就是说这某个国家它的消费者有一种需求 但是这种需求 国内的生产者是无法满足它的 你比如说台湾好了 台湾的消费者想要买到性能良好的跑车 台湾的市场台湾的生产者做不出这个东西来 所以从消费者的需求的角度来看 必须要透过贸易才能够满足国内消费者的需求 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成因 第二个可能的造成国际贸易的原因是自然资源的差异 像比如说这里刚刚有提到一个稀土嘛 稀土是手机、扬声器、风力发电器、导弹巡航系统等关键元素 那中国就拥有这样子的一个稀土 而且矿场大概是全球稀土的37%都在中国 所以这个时候它拥有这个自然资源 自然就会产生一个国际贸易的机会了 那类似的例子还有像比如说中东的石油 澳洲的粉红钻石 像这种东西都是属于自然资源的差异 澳洲的那个什么绵羊 绵羊相关的产品 自然资源它就是这里比较多嘛 所以自然资源的差异在这里也是造成国际贸易的一个成因 第三个是规模经济的好数 也就是说你这个你们地理科应该都有提过 那我们在规模经济的好处就是说 当我们今天在某个国家它去生产大量的一个产品 它在生产大量的产品的时候 你稍等一下哈 那个声音被关掉吗 干扰到我了 你用耳机啊 你为什么不用耳机 你搞不好再录 录影片 好刚才我的小孩的那个声音干扰了我哈 我们现在继续哈 那规模经济就是说比如说某一个 某一个 国家它擅长生产某个某个产品 那这个产品因为它生产的量很大 所以带来一个规模经济的一个利益 比如说如果它量生产的越大 它成本又降的越低 那这种情况下规模经济都指说 平均成本随着产量增加而递减的这种现象 那当然产量越多 只要产量越多 获利就越多 所以当今天某一种商品进入专业化生产之后 它的规模经济就会带来利益 带来利益之后 它那个国际贸易就产生了 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以台湾的晶片晶片生产 晶片生产全世界很强盛的国家 其实并不是台湾而已 技术领先的永远都是美国 那美国的晶片生产 它后来把技术转移给台湾 也转移给韩国 可是在整个规模经济的一个演变之下 当然你说这个是不是跟生产的能力有关 自然是有啦 自然是有 像你比如说以那个 那个晶片生产的时候 它有分成 老师这样解释好了 以台湾跟韩国的差异 韩国也是晶片生产的大国 可是这两个国 台湾跟韩国这两个国家有什么差异呢 老师以前在商业收看看过一个报导 他是这样子说的 他说台湾所掌握的技术呢 是比较困难的技术 那比较困难的技术 他当时在投资做这个困难技术的这个时候 他有选择 怎么说我可以选择比较 技术门槛比较低的 我就可以直接投入量产 直接获利 韩国就走这条路 所以韩国在短期内累积了大量的财富 因为他们生产精源的技术 把他重心把他摆在家电生产 比如说冰箱 收音机 这种影响器材的晶片 这种家电用品的3C的生产 这个是直接 第一个门槛低 他的技术门槛低 第二个他直接获利 那台湾当时在吸收 美国的技术 美国矽谷的技术的时候 台湾不管是没得挑 还是 反正结果是挑了一个 技术门槛比较高的 就是他必须做大规模的投资 但是也不能直接获利的一种 晶元的晶片的生产 那这个晶片生产是 因为技术难度高 跨度比较大 所以他开发的过程会耗掉 大规模的投资 投资完了之后 你真的产生出产品之后 也不一定用途很广 那比如说军用的晶片好了 或者是电脑使用的晶片 这个都是跨度比较大 难度比较高的 但是这个就是 啊 获利又不见得比较大 所以台湾当时选这样子的一个 的一个生产的方向 结果现在变成台湾跟韩国 他们生产的那个面向 就已经做了一个 等于说两国各做了一个选择 那你看时代走到现在 反而在手机或者是在 全世界车用晶片 比较大型的晶片 或者是比较重要 比较关键的技术晶片 或者是军事武器用的晶片 这个都得向台湾订 因为你跟韩国三星集团去订 他做不出来 他当时没有选择那条路 所以这个时候就反而是造成了 台湾的一个生产比较强 可是你从技术面来回归来看 美国的技术终究 还是在台湾的技术之上 但是这事上是这事上啊 问题是美国并不具备 规模经济的一个利益 只有台湾这种大规模生产的 它具有规模经济的利益 韩国当然也是规模经济的利益 所以目前就是为什么 全世界各国生产晶片的能力又不是没有 但是在台湾跟韩国 比较强盛的原因就是在这里 那是规模经济 OK 这个是贸易产生的三个成因 消费者需求 自然资源的差异跟规模经济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自由贸易的利益 利益 好 那么 呃 我们现在来看一个概念 自由贸易既然都叫做自由 自由 那自由的贸易代表在贸易这件事情上面 两国是不设有贸易上面的一个障碍 那这里我们要说明一下贸易障碍有什么 在128页的这个讲义 的这个假设 它第一个假设 其实就是已经先勾勒出贸易障碍会是哪些 好 来 第一个 关税 第二个 货币兑换 第三个 运费 这些都是贸易障碍 OK 比如说你一个国家设置的关税 会导致其他国家的产品进来的时候 会被刻到关税 关税如果刻得很高 那 产品的价格就会 就会因此变贵 变贵 变贵当然就是贸易的障碍了 自由贸易应该理论上是要让贸易的商品 不存在障碍 就是让人自由自在可以买 不但没有 没有进口的限制 甚至连 关税都不要克罪好 这样子的话 消费者才能够真正享受到便宜又好的产品 但是这不可能啊 在各国它为了 它有一个保护政策存在 它为了保护国内的产业 所以它必须用关税这种 这种 这种策略 去调整进口商品的一个数量跟品项 那另外货币交换 货币兑换的时候的一种困难度 或者是那种汇率的计算 它也会是一个障碍的问题 好 第一 就像比如说我们到 我们在贸易的时候是要用美金交易 还是用台币交易呢 用美金交易 美金是全世界所能够 大家所能够公认信任的一个货币形态啊 那我们如果坚持要用台币来做交易的话 可能这就是一个贸易障碍了 就跟你说 跟我们交易的其他国家 就必须把钱全部兑换成台币 才能够交易 这样子就是一个贸易障碍啊 这样可能会导致贸易破局都有可能 ok 像有一些 对不起 像有一些这个 有一些国家的货币是极为弱势的货币 像各位应该还记得以前有一个新闻叫做 星巴威币 星巴威币 据说面值有印到12亿的钞票 一张钞票12亿元 结果那一张钞票也只能买个几碗泡面而已 对啊 这就是一个很弱势的货币 你拿这个来交易那当然不行啊 所以货币兑换也会是一种贸易障碍 那运费也是贸易障碍啊 运费过高 运费太高的情况下 产品的价格会太贵啊 就像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我们把高利菜 用空运的方式运到其他国家去卖 一颗高利菜会变多少钱 对不对 所以这个运费过高的时候 也会导致贸易之间产生障碍 那国际市场的运作 我们必须先做一个假设 我们在解释这个课程的时候要做一个假设 就是关税跟货币兑换跟运费等等各国差异 通通都假设它不存在 不存在这个障碍 那国际贸易的状况是怎么样 好了我们看第二点 国际冰淇淋市场有许多交易者 透过市场机能来决定冰淇淋价格 配配国和乔治国无法决定国际冰淇淋市场的价格 其实说真的 第二点这个内容 配配国和乔治国无法决定国际冰淇淋市场的价格 这是正常的 因为市场上的价格是无法由单纯的攻击者 或者是需求者去决定 就像我们市场上买东西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东西是 买到的东西是变便宜的 可是生产者都希望他把东西卖贵一点会比较好 所以我们这就是永远的拉锯 真正的最后的价格决定者是靠市场上的运作自己去达成的 就像一颗高丽菜究竟值多少 或者说比如说我们以我们这里有的作物来讲 一斤的蒜头到底要卖多少钱 找个两三个月前 我去找学生家长去买蒜头 一斤就是六十块钱 现在市场上一斤一百块已经算不贵了 你就知道他那个价差其实相当大 所以事实上他是看市场上的能够交易的量 跟消费者愿意买的那个意愿 跟生产者愿意卖的那个意愿 去产生自然产生出价格出来 所以事实上不管是蒜头 他想要决定一斤卖三百 他也决定不出来 因为没有人要买 那消费者他希望一斤卖买十块钱 这也不可能 为什么因为生产者不卖啊 所以本来不管你是进口国还是出口国 任何国家都无法单单单纯的去决定 国际冰淇淋的市场的价格 这是正常的 好那我们再看第三点 当国际冰淇淋市场的价格 每公升是三百元的时候 配配果的冰淇淋市场价格为每公升两百元 配配果的出口商 就会把冰淇淋卖到国际冰淇淋市场去了 因为他这样只要把 配配果只要把冰淇淋卖到国际市场上 他一公升就赚了一百块钱的 对不对 就配配果的生产者来讲 那太好啦 那这样子我只要出口出去 我每公升都可以多赚一百 那这样比在配配果内部在卖 还要更划算 所以这个是表格 我们讲到这个地方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点 第四点 当国际冰淇淋市场价格为每公升三百元时 乔治果冰淇淋的市场价格为每公升四百元 这个时候乔治果的进口商 就会到国际冰淇淋市场去购买 买回配配果的 乔治果去买回配配果的冰淇淋 到乔治果去贩卖 这个时候乔治果的进口商 每公升会获利到一百块钱 这就是一个贸易的一个形成的状况 是这样 然后这就是一个基本假设是这样 好那我们来看利益的部分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 如果今天产生了一个国际的贸易 贸易是自由的 一旦贸易自由都会产生贸易商 贸易商本身就是一个 一个新 不能算新 就是他就是一个经商的一个机会 这里就出现就业机会了 就业机会 那当然就会有人 因此获利就有所得 另外呢 从出口的角度来看 产品出口是可以增加GDP的 可以赚钱 当厂商生产活动所创造的产值越高 员工跟老板合计的所得也就越高 OK 这个在讲GDP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出口越大 GDP就越大 那出口商获利 就可能会因此 你看嘛 出口商本身就是国内的生产者 国内生产者只要获利了 他钱会在投入我们那个 那个生产 经济生活循环图里面 有没有 你看那个最右边的生产者 只要获利了 他钱还是会在支出出去 支出成本 所以他会增加投资支出 就就业市场来讲 只要投资支出一增加 就会制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对家户这边这个受负者来讲 是有利的 所以只要厂商赚越多钱 那国内的就业状况就会越好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对国家来讲 总体来看的话 这个禁忌 国家禁忌是会有提升的 第二个 对消费者来讲 刚才有提过 消费者可以透过国际贸易 去取得物美价廉的产品 如果贸易没有自由化 只能买本国产品 可能品质就较差了 但是贸易自由化之后呢 进口商会寻找物美价廉的产品 供国内消费者来选购 你试想一下 你有没有试着要去买其他国家的什么东西 来满足你的欲望 比如说吃的好了 你有没有去买过日本的坚果 或者是什么饼干 对不对 你有没有买过哪个国家的什么食物 只有那个国家有这样子的食物 有没有曾经有这样子的消费行为呢 如果有的话 那就代表你就是会去 你就是有这个需求啊 所以进口商会设置在全世界各国 像比如说你说福特加好了 或者是欧洲的威士忌 对不对 国内没有啊 国内有 但是没有像国外做的那么好 所以物美价人产品 国内消费者是可以透过这个 国际贸易去开始享受的 那如果没有贸易自由化 那国内消费者就只能购买的产品 就只能受现在国内生产的产品 自由化之后那产品变多样 价格变便宜这样子 好 那对厂商来讲 在对厂商来讲 一个进出口猫鱼一旦成型 那会直接带来专业化的生产 专业化生产之后 你看厂商 我们先看一个生产过程 生产过程切割成不同的部分 分别在成本较低的国家生产 透过国际分工 厂商可以在进出口的过程中去 提高那些出口的量 提高数量 提高数量 它规模经济一出来 也会提升所谓的专业化的程度 比如说这个国家 像比如说现在的各国的相机的镜头 都是很多都是在泰国生产 那泰国大量生产镜头 各种品牌 日本品牌的相机的镜头在泰国生产 泰国生产镜头的技术就会越来越高 因为它已经是一个量大 量大之后 它会越做越精致 它会去提升技术发明 然后专专业化生产的利益就会因此而直接就涌现出来了 涌现这个是鱼帮水水帮鱼 生产的技术层次越高 越高那产品的附加价值就越大 越大利润就越大 利润再越大 它就规模经济再继续加温 就会有专专业生产的好处就跑出来 不断的跑出来 包含这个后面所讲的这个扩大生产规模 扩大生产规模之后 它还会再继续创新 再提升技术 然后成本就再继续下降 继续下降产品的产量销量都在提升 获利能力就再提高一直这样子相乘 它会有一个相乘的作用 这样子 这是从生产的角度来看 另外呢在生产投入的成本过程 成本的部分 对厂商来说 再调整一下版面 对厂商来说 交易成本也是下降的 等于说你大规模生产之后 交易成本也下降了 那交易成本不只是生产成本 而是完成交易前后 那些包含 你比如说 像这里所讲的 资料的搜集 寻找与搜集 寻找交易对象 溢价 运送保管 执行 这些全部都有可能导致 交易成本下降下来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这里的例子是说 莉莉的巴巴 是种葡萄的农夫 对莉霸而言 运费就是交易成本 当买卖双方对运费有增值的时候 双方可能没有办法完成交易 可是如果运费是零呢 那这样子的交易就可能会实现 因此交易成本是越低越好 我再来举一个 以前文生毕业的一个学姐家的例子 那个学姐家是做 丸子的 鱼丸啊 花枝丸啊 贡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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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东西 一个食品家工厂 那他们出货量最大的商品是 花枝丸 那花枝丸花枝丸 用什么东西来做 那当然是花枝啊 花枝是什么呢 花枝就是我们在海里面捕捞到的 那个软体动物嘛 那个猶豫啊 或者你称他叫花枝啊 什么中卷啊 或者是称他叫什么章鱼啊 鱿鱼啊 这种 那他们原本在购买 这种软体动物的时候 他们购买的对象是中国 中国 那这个中国捕捞到的 这些软体动物 在当时你那个学姐 还在念高中 他们就已经规模就已经不小了 但是他们一直都跟中国买 后来你这个学姐呢 他考大学的时候 他考上了辅大 他想念辅大中文 辅大英文系 可是他没考上辅大英文系 他考上了辅大的 西班牙语系 那西班牙语系 他爸爸就 这个学姐的父亲啊 那个工厂的董事长 就笑他的女儿说 你讀西班牙语要做三回 没考啊 对啊 他说 没办法啊 有时候要念外语啊 我考不上英文系 我就念西班牙语吧 就被爸爸笑这样子 家里面是还好啦 因为经济能力很不错 所以他念怎么样 只要孩子兴趣好 兴趣有兴趣就好了 不需要说一定要念到很需求的状况 但是他爸爸就是负责出钱让女儿去念大学 念大学念是念啦 那可是就是 也没有说真的很介意啦 就帮他出钱嘛 出钱给他去念这样子 直到你这个学姐大学毕业之后啊 英文也不错啦 但是他主修的是西班牙文 那西班牙文呢 他就想说就回家帮忙好了 结果这个时候呢 国际市场上面 对于 这个 成本啊 买卖的成本来讲 中国的章鱼 软体动物的 售价 不断的提高 那这个时候他们公司就在想 哇 那个成本太贵 我恐怕 不行耶 他们就到处去去去探访 还有哪里哪个国家有便宜的章鱼可以买 后来被他们探访到了 哪里的章鱼可以买你知道吗 就是智利 智利 南美洲的智利 智利用的语言呢 是西班牙文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公司需要派 派人到智利那边去结枪 不管是真的搭飞机过去签契约 还是说 要用网路上签去了解状况 反正要通信往来 打电话往来 或者是要亲自去出差 这个时候他们公司需要有西班牙文的人才 哇 你这个你这个学姐突然间就火红了 等于说他爸爸需要西班牙文的人才 结果他自己女儿念的就是西班牙语 很快的你这个学姐就在工厂里面 就占据很重要的位置了 而且靠的是实力 倒也不是因为他是老板的女儿 也不是 而是他靠的是自己的一个实力 所以你会发现 他在这个历史里面 这个是很贴近你们的 因为他是文生毕业的学姐 所以他以这个以这个例子来讲 那个丸子工厂他在购买 购买原材料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会去考虑到交易成本 只要低他就会去买 这个所有的生产者都是干这种事情 就是成本只要能够低一点是最好 所以对厂商而言交易成本的下降 在国际贸易里面是可以成真的 尤其在贸易自由的情况下 那更能成真的 因为变成说大家可以自由去选择哪边成本比较低 好 这个对厂商而言的第二点 就是交易成本下降的第二点 对国际贸易而言 交易成本还包含各种贸易的壁垒 壁垒就障碍的意思 墙壁跟那个堡垒 那各种贸易壁垒 就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什么关税 进口管制 运费这些都是 另外保证7月14日的费用 语言跟文化差异的支出 货币兑换的费用与风险 进口国法律跟管制的费用 进口国批发跟零售的配送成本 这边全部都是交易成本 那这些交易成本当然能低就低 如果国与国之间流动的阻碍越小 则交易成本就越低 自由贸易促成交易成本下降 如果为求降低交易成本 就必须要去追求自由贸易 所以只要自由贸易持续的去推动 那么成本就越低 成本越低的话 我们贸易的双方国家的 所得到的利益就越来越大 这就是一个自由贸易的合理性 就来自这里 好,这个是对厂商而言 好,这个是利益的部分 好,那我们下一个课程 我们会提到缺点的部分 那缺点 我们现在先讲到利益就好了 那缺点我们等到下一节课再来讲 所以我们现在 这个国自由贸易的利益 我们先讲到这里 好,谢谢各位同学 好,谢谢 谢谢 谢谢